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想单刀直入 说个事实给你听 地球每天转动 地球的演进是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大蓝图 每件事的出现背后都有它的原因 并不是说为了去满足每一个人的诉求 每件事的出现 不会是因为看你和我的面识 而发生或者不发生 例如说这个世界现在那么疯 简直不可理喻 你很生气 接受不了 但你不接受也不行 因为你实实在在是住在这个地球 这一刻就是发生着那么多事情 如果你要这个世界 每一刻都去就你喜不喜欢 那就会令自己很不开心 因为当最后你会发现 原来我是控制不了所有东西的 那你的挫败感就会更加大 做人的价值观 比如说自己怎样为之成功 怎样为之开心幸福 下下就会被外面的世界牵着走 这个世界是不用问你的喜好 每天都不停有很多事情发生的 这一个就是事实 如果不肯去接受这个事实 一直抗拒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做人这么辛苦 也都因为这样 那么世界上有很多人不开心 因为大部分人 无论在意识上 或者潜意识上 都接受不了 生命就是无常 为什么做人这么辛苦 可能每个人所指的是 不同程度的苦 大规模的话 比如说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乱 糧食短缺 国与国的战争 纷争 做人真是辛苦了 或者规模小一点 会觉得自己住的区域 政治民生不安定 很多限制 生活局促 做人真是辛苦了 又或者在宿世的范围 为了应付工作 家庭健康 已经烦死我了 每天忙得呼不出气 做人真是辛苦 无论是以上所说的 世界社会 还是个人的烦恼也好 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做人辛苦 而接受不了生命是无常 这句老生上谈呢 就是因为 是Ego 自我 每当发生一件事 和自己的期望是相反的话 很多人的自然反应就是 有没有搞错 激动一点的话 会发火 但这种所谓的自然反应 其实一点都不自然的 而是自我走出来搞搞阵的关系 我们由零岁开始 不断地接收外界多方面的洗脑 形成了自我 亦不断地坐大 扩张 慢慢令我们脱离了 真正灵魂的本质 一遇到不如意的事 和自己expect的是相反的话 自我便会马上走出来开工 于是我们很自然 便会有负面的反应 不是 不好 不要 总之先是no 因为从小到大 看到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做的 什么事都骂了对方不对 觉得这是做人的正常反应 是生存之道 是健康的发泄 但很可惜 这些抗拒负面的反应 不单止解决不了这件事 对自己的身心也没有好处 反而是不健康 你可能会说 理论上是这样说的 针刺不了肉是不知痛的 有时人生就是同一时间 十万样东西涌起来 个人辛苦到一个点 真是很生气的 还怎么可以say yes 去接受呢 那就等我和你分享一个 去训练自己修为的方法 接受的意思 并不是说 遇到什么都会硬捆了他 什么都不做 放弃 那你就完全浪费了这个人生 接受是去看一件事 去观察别人 亦都观察自己 你不用即时去接受一件事 要接受的是你的情绪 听到吗 请首先接受自己的情绪 接受自己的反应 就算你觉得自己很惨 例如周身病痛 老婆走老 没钱开饭 亲人过生 所有不如意的事搭着你 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 一个较成熟的处理方法 就是每当遇到难题的时候 试试停一停 深呼吸 留意自己 刚才的即时反应 是怎样的 是很生气 很害怕 很猛疹 即时意识情绪 是一个很简单 只需要几秒钟 想一想的练习 当你重复这个练习多几次 就可以引导自己 多点留意当下这一刻 潜意识 你在推动自己 去开始接受这一刻 发生的事 慢慢去接受眼前的现实 只要你一开始意识自己的感受 接受每一个浮现出来的情绪 你就会意识得越来越多 接受得更多 亦就是接受生命的第一步 又或者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发觉原来我这么负面 我真的接受不了自己原来是这样的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只要你意识到这一点 其实已经是在接受自己的了 接受自己 有这种矛盾的心情 意识 接受自己的情绪之后 再进一步 就是尝试去理解 找个原因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导致今天的自己 导致今天出现这么多不想见到的事 为什么呢 思考一下 可能你会找到很多原因的 找到的话 就用你的方法去解决 想些想法 令自己生活开心一点 与其埋怨拒绝去接受 更加积极的方法 就是找出的原因 为什么 在可以的范围之内 你会做些什么去改变现状呢 可能是一些小小的付出 出一份绵力 或者是集合其他人的力量去帮忙 换言之 首先是意识自己的情绪反应 无论见到什么 听到什么 接受他们的出现 就算喜欢不喜欢也好 其实都是给我们去见识 去学习 成长 体验 去享受 欣赏 没有什么是应该不应该的 每一刻发生的事 无论是世界大事 还是伦理小事 一切都是一个过程 好像河水 不停地流动 就算你拿石头 顶着也没用 水怎么会继续流 今天就和你分享了 即时意识情绪的方法 不妨试多几次 假以时日 你就不会再受到自我 一些负面的思维影响 真正接收到灵魂的智慧 真正领患 变幻才是永恒 从自己的内心出发 去改变你的现实 好